然后他就是他把他的闪现是好像换到了空格键 啊就这样就跟跳一样嘛就跟跳一样 就感觉是以前打那个多大打习惯的 是的跳刀割到空格上 好的那在千呼万唤使出来啊 我们的比赛也马上就要开始了 现在双方的BP已经开始 咱们赶紧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场比赛 M3是在红色方 EDG是在蓝色方 一手是搬掉了仙灵女巫 M3是在蓝色方 然后EDG是在红色方 看错了看错了 一手搬掉了仙灵女巫和乐富兰 然后EDG前面两手是搬掉冰霜女巫 加上虚空盾地兽雷克赛 其实现在是这样 就是我们在上海演播室 然后因为是重庆那边打比赛的流 所以说我们这边看这个 现在这个BP环境有点小 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看不清 大家也 哎好现在好很多了 那第三手看一下 哦把西威尔搬了 其实在最近的比赛当中 用EDG的Deft他用西威尔的次数是比较少的 因为他最近的确在比赛中用的最多就是卢仙 对看一下第三手 这个最后一手班人 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东西就放出来了 比如说 哎复仇之毛 现在外面还有一个比较强势来说 可以抢的就是暴女 暴女 包括大树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抢一点 哦这边Loper直接拿了大树 会用老司机来打大树吗 我们都知道原来Loper在面对大树的时候 但是只要M3他们这个辅助 盖蒂其实就盖蒂的成名性应该是锤石 嗯 锤石还有他的那个曙光女神也用的非常好 看一下要不要抢盖蒂的锤石 因为盖蒂在很久以前还在打城市中华赛 就当时还是那个ME 还在ME的时候 锤石 对 当时他跟那个现在的WF 就是现在WF的那个小Q 两个人打下路打得就非常凶 然后当时他的锤石就非常亮眼 那这边还是应该要先帮盖蒂把他的锤石打掉 但是他如果线索强掉锤石的话 我觉得对面EDG他们可能会拿一个安妮 因为安妮他这凌雄不敢打线上 就说很多次了 他打线上和打团战都比较克制锤石 哦果然 同时安妮在这个版本也能够跟厂长一起进行一个比较好的逻走 这也是现在来讲EDG比较不错的一个体系 因为现在换线还是比较流行的 看一下他们还有一个选项会选谁 现在还有一个中单 还有上单没有选 其实他现在就完全可以把中单和上单 把中单留给最后一手 Count一下对面的中路 然后可以把上单选好 蓝博 好那这样的话是让炮去拿最后一手 把炮的这个抉择留在最后一手 那看一下现在对于M3来说呀 他们的打野和中单的选择 这一局大帝会不会拿出他的维克多 维克多他这 哦果然 果然 柚子刚才大帝一定是偷偷看柚子解说了 这个人竟然说我前两天维克多玩的不行 那我就先向他证明一下 维克多他现在这个版本 他打中路的确就伤害爆发也够也有控制 最主要是他线上能力也不弱 诶锁了 锁了 现在外面我觉得应该会拿一个狐狸去打维克多吧 因为现在中路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 泽拉斯可以打维克多 剩下的就狐狸泽拉斯两个打维克多算比较好打的 剩下的话你只能剑走偏锋拿个露露 也可以 或者露露被搬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ETG他们对这种来说 最好就是狐狸 因为他们有一个安离 一个稳定的开团 最好是配上狐狸的大招 接控制 然后兰博一个大招留人 这样的话他们在打团阵中就会有一个非常爆炸的伤害 而且他们这个 诶EZ吗 中单 is a rare 这样的话是一个双AD的阵容 诶其实中单EZ现在就是说 在比赛中也频频出场啊 又怎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经常会看到EZ 怎么说EZ他这个英雄打中单就比较 诶他们是用飞机中单 就像他们上一次 我估计不是 这个 我记得上一次是他们换处人还是什么 我看到的结果就是他们的飞机是一个中路是胖在玩 我现在觉得比赛里飞机中单上场的可能性已经很低很低了 因为现在飞机被改了 看一下胖他这把打得很激进 他带了一个点燃中路 说到前面那个点就是 EZ他中单怎么说 他其实中单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吃发育的一个英雄 而且他就发育非常稳健 他基本上在出一个女神之类之后就可以无限去Q线上的兵 而且他在中期二十多分钟能够稳定出出两三天装卖的情况下 他伤害是比较可观的 而且伊泽尔在中路作为一个AD英雄 比较好压制这些普通的AP英雄 他的平A点燃很疼 同时他还有Q技能 包括他的这个凹出跃迁就是E 让他在线上没有那么容易被抓 对 主要就是他那个E在线上 就让对面的打野对他基本上不太想干扰他了 这样两边阵容拿完 诶 柚子觉得怎么样 两边谁的阵容让你感觉更符合他们队伍的风格 我觉得EDG他们这个阵容来说 就我感觉他们的有点不太符合他们的风格 不太像打的这么有一点点 有点激进了 保守的阵容 如果说他们这个阵容来说还是有一点点保守的 因为如果他们如果选狐狸的话 就会打的比较激进 可能是这个选手自己觉得 比如说POW觉得 诶我这局就想玩个Easewear 因为当时第五手本来是辅助帮他拿人嘛 然后辅助可能说 诶这个你拿个狐狸整好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他们那个阵容来说 如果他选狐狸的话 他们就AP伤害太多了 其实飞机他在中期打断的时候 他更多的是依靠他的Q 加上他的炸弹和炸弹之后 平A的那个三项的伤害 导致一个瞬间的爆发 对这边关系是POW说 Easy speed up 给我拿个Easy speed up 然后拿了个Easy speed up 那对于M3来说这个阵容 你觉得Luper一手抢大树 有没有可能他们是比较依赖 因为现在版本当中 大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一直来说非常火热的上单 他就开团了 对就是开团能力 你觉得Luper会不会 今天会打的也比较暴躁一点 就是用大树去选择各种开团也好 或者说各种传送支援 其实他们这个时候来说 他来一个稳定开团的话 他们可能伤害上会有一点点的不足 不能够注意秒掉对面 因为对面的前脉就是一个蓝薄 加上一个瞎子 蓝薄的话他基本上把他的拳套 就丢了之后 他的伤害就已经很爆炸了 瞎子的话就比较灵活 而且他们面临一个 对面有一个安理一个 这样比较克制他们辅助的英雄 而且今天另一点 刚才我们在赛前就是 之前啊我们说半个小时 当时知道我们当时 在中间休息那会儿一看表 我们已经说了半个小时了 就是中间围绕着一个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点 就是到底今天大地的 中单维克多 能不能打出他想打出的效果 或者说能不能像我们 之前在很多比赛中看到的那样 维克多这个英雄一鸣惊人 还是说像柚子一样说的 柚子说他的维克多 其实最近在比赛里的状态 发挥不太好 对发挥不是很好 好的那现在双方比赛已经开始 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现在应该是已经到了1分50 这样的话是下次选择一个红开 然后让蓝博配合他一起打一下红buff 然后下路的话 这样是卡住了看不到 应该是双方把 蛤蟆给打了吗 然后再选择去下路 诶 这边已经出兵了 那你现在正在收看的 史特马西亚V8进4的淘汰赛 对战双方蓝侧方式M3 红侧方式EDG 双方比赛已经来到了对线阶段 那咱们赶紧来看一下 其实今天从这个一出门来看 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点 第一是安妮这边出了圣户之盾 这个是现在来说 欧美的辅助很喜欢这么玩 对而且 EDG他们这名辅助圈柳 也很喜欢这样玩 因为他在现在就可以Q兵 不耗蓝敌他的晕 而且他应该说 他会在中期出一个 那个 飞升护服 对就是 我见很多辅助现在的玩法是 对线出这个 然后中期把它卖掉 中期把它卖掉 换那个加速的攻击装 或者说直接出一个正义荣耀 我觉得他应该会正义荣耀出的比较多 因为我前面就一直在想出正义荣耀 但我忘了这个名字了 而这一局另一个点 就是说兰博这边打打数 就是带了一个多兰盾 而且 LUPER他很耗路 他一级的时候是 自己一个人打掉了三囊 然后二级 然后回去买装备传送到 传送到线上 所以他现在要比较多 而且LUPER这边是一个多兰界的出门 他还是打得比较激进 不像我们卡蒂 卡蒂在第一波回神之后 一定要买两个眼 就他在所有比赛中 他就玩他的老司机 然后他在 偷完一波野 二级回神之后 就自杀打那一波之后 直接买两个眼 然后去线上 之前说那个卡蒂 卡蒂的英雄 玩大叔被纳尔压 玩纳尔被大叔压 然后当 然后出塞恩之后 就感觉无敌到 对 当然在这个 5.5版本 就是现在国服这个版本中 塞恩也有所修改 其实我觉得在5.5版本呢 这个有一个英雄 大家可能要刻刻地注意一下 就是卡萨丁这个英雄 又被小小的加强了一下 对 就是他的大招耗蓝 而且他减CD 加上他的大招的那个距离 多了50 对 比以前会加强了一点 昨天在打rank的时候 我还看到有一个玩卡萨丁的 我觉得这个英雄 在整个5.4版本 我一级都没见到 在5.4的版本 勾到了 直接勾到了 应该会被直接打一套 我漂亮 堪地这边用一躲 都要了Dift的Q技能 但回身的话 盖地这边也给上点燃 Dift比较稳啊 技能一个都没交 但这一波的话 Dift是要被打回家了 其实刚刚内波来说 应该就是 ETG他们那边 在 ETG他们在他们的三郎下面 放了一个眼 然后就被对面看到了 看到了 防止过去的动响 然后安妮他往后退 他是想过去 放一个眼 哎 看下这边来到中路 Gant一个摸眼 B做对面一个散线 因为散线 一个点燃平A 直接带走 拿掉一血 哇 这边刚才是厂长来中路 直接把 这个 大帝逼到了那个位置 大帝怎么说来的 就又舍不得交召喚师技能 他在被厂长 一个摸眼 一到了之后 才选择了交他的闪现 这样的话 他已经被减速到了 而且意识地 把他的全套伤害都打出来了 好 上楼这边的话 是Luper直接过去打一套 但是Poro 正好有一个红温 在红温之前的话 是把这个火焰喷射器放了出来 鬼神正好换血还可以 而且现在多兰顿 其实比较好的一点 是他对技能伤害 也有八点的 这个伤害阁道 哎 这边又上去打一套 但兰博有红温啊 这个位置 追着A 这一波耗血 因为大树他身上是有药的 然后兰博他身上是已经没有血平了 但兰博是有TP的 这样的话他应该能够 哎 这个要是被打断的话 就有点 有点难过了 这个位置 好 唐欣一上来 现在从下路来讲的话 堪地第一波 在对拼的时候 其实是占到一些便宜的 还有多兰盖的一个勾 对拼的他一个小的失误 哎 这个勾是空了 因为前面 安妮是想回去 在他们的小动那边去放一个眼 因为他们是 他在他们野区的眼位 是看到了对面 皇子已经入侵了 然后正好 在安妮往后撤的一瞬间 对拼有点犹豫 被勾到了 所以说刚才那波是有点伤的 对拼回家之后 也是先往这个近视走啊 买了 捕水晶跟一把长剑 而卢仙那边是875 消耗一下一个勾 又空了 这样的话下路 就这样打下去的话 明显会 M3会有一些劣势 对而且刚才又得提到 就是安妮这个点 是比较克制垂时的 哎 这个大招刮过来 是想 他是想消耗一下 对面的血 对对对 然后刮得有点近的 没想到 就他们觉得是 堪地这边推过那边兵线 还会继续点我们的塔 所以说他这个大招 大上来 如果当时直接打到的话 会把两个人血线 往下削削减一下 对 哎 这个意又躲开了 今天堪地两个一躲 这个Dift的Q还是不错的 飞机这个Q在改动之后 确实也变得不像原来 那么的bug了 原来那个Q没弹到 太好 太好命中了 我蒙蒙的大几又被针对了 我这边诺导是好凶 他刚才是身上有风鬼鸟的buff 排掉这个眼 你知道我在这 但我还是要针对 我就蒙蒙的针对 针对我待服的 而且我们看一下 现在皇子过来反蹲了 这样双方如果在这个时候 打起来的话 M3这边是会有一点优势的 因为伊莉他没有大招了 是的 而且我觉得维克多这个英雄 在重做之后 还有一点变得非常强 就是他的这个Q技能 一是Q技能 另一点就是他的这个专属道具啊 现在是能够 每一个技能都升级一次 然后这样的话 他每一个升级要一千块钱嘛 就是升级起来又很平滑 就你每次回家一千块钱 升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升一千 栏莫直接给大招 小子这边是有散现的 一个Q能Q到吗 Q到了直接带着 连大招都没有交 哇厂长这边好稳啊 对啊 哎勾到了 他被勾到了 打一套 达尼身上有晕 晕到垂时回升 Dipson在跟堪地换血 两个人换的还可以 这个QQ歪 下路咋来 这个Q应该说 比较少人如果能Q到的话 这一波是完全稳赚的 来看这个勾 是没有勾到 但是 NopCD这边是有点危险 被安地散现过来 一个Q再当平 看一下这边 看堪地一个大招 是留住了对面 然后反杀了 这一波应该是 对面太激进了 然后被堪地抓了 一个完美的机会 一个大招是 把对面的 全部伤害都让 对面ADC吃到了 这样的话 下路是完成了 一波双杀 而且是 让大树白白的 浪费了一个传送 这一波打下来 EG感觉下路有点炸 是的 这样打完以后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得益于刚才 盖地勾到了 其实盖地刚刚是没有勾到 盖地他刚刚是想一个勾 然后勾空了 勾空了 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他自己想跑 然后安妮和飞机就闪现过来追着他 然后这个时候看着一个大招 把所有的伤害 全部都打到对面 和ADC身上 这样的话是 小龙在9分钟的时候 被M3战队拿到 炮在中路支援了一个大招 但没什么机会 这一局的话 下路其实 Dipsus拿出这个飞机配合 安妮本来是想在前期线上 打出一点优势来的 其实他前期是有打出优势 因为在那一波被割到之前 他一直是把对面压在塔下的 但因为这两波的失误 造成他们现在就有一个类似的情况 对 这边Dipsus在回家之后 还是选择先出了一个耀光 没有打这个境势盒玩 这样 现在我们在解脱这边的流势 稍微有一点卡顿 没关系 我们稍等一下 刚才这波下路对拼完 其实真的对于M3来说蛮赚的 那你觉得从现在来讲 EDG这边的下路 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情况 其实EDG他们这个下路 稳健的发育就好了 因为他们这个下路 如果说对拼的话 是拼得过了 但是他们不能够太激进 不能够像刚刚那样 跑得太激进 双方多加交闪 诶 从此给大招对拼 而且这边的话是皇子过来 呃 大招做到了 那这样的话 炮还有个E 奥数千元再闪现 场场过来这一踢 差一点 对面交闪还会被踢到 而维克多这边E技能E空 反而是被炮杀掉了 大帝这个E技能交的稍微有一点着急啊 怎么说呢 诶 场场这边踢到了吗 没有踢到 没有没有 刚刚那个E是完全的空了 我感觉应该是能够杀掉Def 杀掉胖的 就是他E倒肯定是杀了 诶 传送过来的 Loft City是没有闪现的 兰博直接配合下路双方主 是收掉了人头 然后是给了兰博 我刚才 而且大家如果玩过维克多 应该知道 其实维克多的这个E技能啊 在智能施法的时候你横向E是挺难的 就竖着E很简单 但你横向E挺难的 其实我很多这些选手 他在玩维克多的时候 他的E应该都没有用智能施法 就像玩花桥的时候 他那个球都不会用智能施法 哦 就是说大家 比如说有的选手 我刚才当时看过那个 像韩国的很多选手的第一视角 他们的蓝博大招有的时候也不用智能施法 就是都是选择滑的 蓝博的那个大招 我记得印象有深刻 就是有一场比赛中 就韩国队 哪个队我忘记了 他们那个蓝博大招在打团的时候 在下路打 他把大招丢到那个地图外面去了 就感觉应该是用智能施法 然后手残了一下 一定是智能施法的 这样刚才随着 Crow的一波传送啊 哎 看一下下路防止过来 EQ挑起了飞机 然后被对面打一套 死了 这边皇子应该是要死了 皇子应该是有一个W没有死 差一下 一直在磕血瓶 那这波伤了 这一波的话 应该是又让下路完成了一波双伤 是的 上路Crow回线看到这个 把他塔催了的大树 非常的生气 这这大树就搞了一波 暴躁 暴躁的不行 今天EDG这个下路 确实有点遭重啊 我感觉 刚才是全技能想换掉这个皇子 但是 没有找到太好的机会 反而是皇子应该磕血瓶 加上这个黄金圣顿 抵消了点燃的伤害 没死的 EDG他们这个下路 其实是有优势的 主要是他们自己打得太凶了 他们自己想打出优势 然后被对面抓到的机会 现在看一下双方的补兵 中路是有一个压制的情况 而且我前面有个比较 比较眼瞎的地方 我以为胖带的是点燃 结果胖带的是进化是吧 治疗 啊治疗 对 他是最后 你眼睛瞎了 不是他是特别最后 他是特别最后换的 所以我的脑海里一直都想 他会把这么激进 中路ED带点燃很小见 关键是他那个 进化 就是大地的进化是早就带的 然后胖这边是到最后时 才把这个治疗换成了 而且大地的进化 他中路带的是加速 啊他不是进化 我们来看的是进化 完了完了完了 他们两个的眼睛 完了 我觉得今天已经要被黑惨了 因为他们两个到最后 都是进化跟那个点燃 然后再马上进游戏 都是换掉了 嗯 这个我觉得这是玩弄解说啊 而且今天果然就 大地他就和我想象是这样 状态的确不是那么好 就是他对维克多这个英雄 可能有的时候的理解 没有他像别的英雄那么深 那大地在现在的维克多 还是选择先升级了自己的这个E技能 呃说实话啊 就说维克多这个英雄 强是强 但有一点比较令人诟病的就是 他如果想在前进打出较高的伤害 就必须把自己的E跟Q全都升级 但这样往往又会让你在前进的装备方面比较匮乏 就你前面的2000块钱都要投入到你的海克斯科技核心上去升级 对但是其实他这个英雄他在升级1的时候他就基本上能够轻一波远投兵了 所以说他在轻线打前能力的话也是弥补 他装备上有一些不足 最主要是他这个英雄 他就算他升级他的那个那个装备 然后他也能够打出很高的伤害 就不像其他英雄那样比较吃装备 对他本身技能伤害就很高 然后技能又比较好 就是他的技能本身设定又很好 如果全部命中的话伤害非常爆炸 同时刚才一开始柚子就提到 就是他重做的时候这个Q改的非常强 对他的Q技能加速又能够给自己加一个护盾 而且他在A出去的那一下还有一个额外的伤害 对而且加强太多了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他QA那一下的A是比正常平A的速度要快的 就你攻速不吃攻速那一下是Q1立刻就能A出来 现在中路的EazerR回家之后还是先做了这个魔忠离忍再转一个耀光 那柚子觉得现在中单EZ是玩蓝EZ好一点 还是说做三项 应该是三项 因为三项他毕竟还是要预测稳健的瞬间爆发 因为如果说他出那个冰拳 冰拳的话他在中期打拳的时候伤害就比较低 但是他出了冰拳 出了冰拳吗 又打我的脸 你知道我刚才是有预感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刚才是有预感的 不是给你瞎套 我有预感是因为现在正在先看里面第二条小龙啊 第二条小龙刷新是M3上一条接下小龙之后直接选择开 开龙 这边是有视野的看一下这个灯笼直接点到还是被安妮的一个晕晕到 但是没有什么不正大的情况爆发 看一下到处就传送传送到后路 闪现一个一回来空 但自己的位置也很危险 老师弟这边要直接被秒 侧面的话一个大招放下来 Rupert的位置还是很不错的 扛住对面大部分的人可是在侧面堪地直接被打了 对而且刚刚有个很关键点就是 家子他从侧面一个擦眼一个闪现是把 是把对面的中路直接踢到人群当中直接被秒了 这样的话这一波团队是完成了一个 一换三 谁说常常不会回旋踢的 他刚刚不是回旋踢啊 他是一个插眼闪现体差不多了 而且是一个很刁钻的位置 他是在小龙里面卡了一个视野 然后一个插眼闪现体 就是把对面的中路给踢到的人群当中直接被秒 是的我接着说刚才兵权这个问题啊 就是刚才因为我当时想的是大部分的中弹EZ 因为最近中弹EZ群是挺多的 你像刚才提到QG上的抖A比 抖A比就玩了一局满一倍 他比较喜欢的是做完这个魔咒猎人之后 做一个小冰锤 小冰锤在现场打一打 但是他刚才做了一个耀光 然后我又不是很确定 我就只能问一下你 我真的因为 说实话就论专业性来讲 肯定是作为前这些选手的柚子 因为其实现在大多数中路的EZ都会选择出一个三项 对确实是这样 因为三项现在无论是瞬间冒发 还是说他为EZ提供的属性 提升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其实我们现在看来M3这边比较难过 就是他们中路在打团队的时候 速度队已经比较低了 现在已经能够看得出来 他的装备和对面装备有一点明显的差距了 是的 而且现在大帝一直在被针对 哇 这个EZ装备已经非常好了 他在17分钟的时候已经冰全魔咒 加上也超过危险了 而且我现在很好奇 他身上的那个女神之类已经跌了多少了 他的魔切已经跌了多少了 是的 如果他能在20分钟左右做出魔切 诶 正好被这个德马西亚杯的logo挡住了 对 那我们可以选中EZ在他的装备栏看一下 我觉得这样啊 这样应该是能看到 点一下他的装备上已经跌了多少了 好好 这边打起来了 切了有点快 看一下 665 那马上最多还有一分钟 这样的话他在20分钟还没有到就能够做出一把魔切 好 这个伤害就非常爆炸了 对 而且反观现在这个M3来讲 M3装备最好的就是下路的Candy Candy这边 Candy他这个英雄 如先他手很短 就是因为这个点 所以说现在在比赛中 使用这个英雄如果说没有能够打出很爆炸的优势情况下 他在东西打转的时候就比较靠走位 对 而现在的话 卢先也是准备出一个红叉 在最近的比赛里我们看到红叉这件装备的上场率又比电刀高了 柚子能跟我们分析一下是为什么吗 因为红叉加强了 好 就说大家也会觉得红叉其实现在来讲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因为原来大家会觉得红叉的性价比没那么高 一是因为它贵 对 而且以前的红叉它的爆击率是没有现在那么高 而且就像以前的电刀和现在的电刀以前电刀和红叉相比的话 还是电刀性价比更高一点 对 同时电刀还能为很多英雄提供一个他们缺乏的推线能力 比如说维恩原来出一个电刀的话去带线推线能力也会得到提升 还有另一点就是原来出电刀呢有一个 现在时候就有点跳跃思维的想法 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上单跟打野在面对AD的时候会出很多肉装 而电刀的第一下是魔法伤害 对 是不计算跟对面的护甲抗性是没什么关系的 这个时候大跌 哎呦大跌 伤 伤得不行 这边是山根在草中埋伏 被打出一个儿子直接探到 19分钟的时候 他的魔踪力刃已经变成了魔切 那现在伊兹瑞尔的伤害非常的高 现在双方中路的伤害差距应该就垮了 哎这样的话是一个 直接捆 直接捆 直接捆到了胖 而且还被回神 就是一个反向一个伊勒了回去 这样的话这一波打下来的话 一定这边应该被对面抓到的机会 哇这一波的话是完全了一波一换四 刚才胖明知自己已经跑不掉了 临死以前是回神刮了个大招 但这个大招只刮到了拉夫斯蒂一个人 这样的话是应该一个很明显的失误啊 而且我们看现在大叔他装卖是一个正义荣耀都没有的 对 直接走过去就把伊兹给W到了 这样 让打得太浪了一点 而且这样 坏消息对于伊兹瑞尔来说是 大帝收获一波双杀之后啊 大帝本来前击被压得比较惨的 这样回家以后 装卖也能再更新一下 Dift在侧面一直没有机会 这个位置Dift也只能往前 对他不敢了这个肯定不敢 被绑到就直接死了 对对面控制太多了 你要说就有一个控制他可以接受 但是刚才是黄死什么大树什么 包括维特多的W都是控制 这样的话刚刚那波打下来 直接让M3把经济追平了 打了3000块的经济回来 其实现在已经反超了400块了 是的 300块300块 一定要扣这张小数字扣这么准 不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数学太差了 就我经常说错 然后我终于看到有一个人也说错的时候 因为我刚刚看的时候的确400块 其实我的内心是非常开心的 这就跟什么上学的时候 你干坏事 你往往希望有人就陪你一起赶 对不对 就比如说你没写作业 你一定要往你图中 你是不是也没写 你也没写太好了 对吧 都是这种心理吧 就有福自己想 有乱一起打 对啊 你看 还将 直接一个Q 平A再加上一个Q 直接把对面的全石打掉了 2分之2的血量 是的 这边一分之2是直接做了一个水银腰带 刚才也是被大叔一捆 如果有水银膝带就跑了 所以说他也是直接把水银膝带做出来 那现在第三条小龙就要刷新 还有20秒钟 对 双方各拿了一条小龙 这样第三条小龙刷新的情况 M3这边应该是有点来不及了 而且伊兹瑞尔在这个位置就很烦人 对面的蓝博跟伊兹在这个点的话 无论是蓝博大招还是伊兹 有魔忠之后的poke能力 在龙区是非常烦人的 对面现在把下面这个视野站上 你过来就要被我伊兹消耗 你过来就要被我伊兹消耗 看现在伊兹的Q很疼啊 然后对面身上直接 血管 一块一块的掉 一块一块的掉 是的 那这样龙 圣枪洗礼 没机会 直接被场掌 将龙龙在惩戒掉 现在对于M3来说 刚才那一波中路抓住机会 为他们带来了 很大的经济 平身 直接把经济打平 而且刚刚那一波是 直接让中路的大忌 收掉了两个人 现在都已经冒着了 对 但现在就是伊兹这个点 很难受 想勾没勾到伊兹 直接打着刮 盖蒂的血量已经很低了 这个中塔是守不了了 伊兹在伊兹 死了盖蒂这边 还好是二塔 有一个可靠的步骤 指图师盖蒂给上自己 山岳之龙加灯 我全持护盾 谁刚刚说应该就是 打一个对面的措手 不仅伊兹一个大招 远距离消耗 然后一个E过来 一个平A 配合兰博一个远程 大招的消耗 直接把对面血量打残了 这样我们看一下 现在伊兹在他们这种 已经明显的暴露出来 他们的优势点 就是他们在打团战之前 能够消耗 而且他们也不是特别害怕 对面硬跟你刚 是的 你硬跟我刚的话 我有一个安理 我也不怕你过来 跟我打一个墙上 我有一个很明 很反手 而且兰博他这个英雄 怎么说 兰博他这个英雄和安理 这两个英雄都比较 不管是先手能力 和反手能力都很强 是的 那现在看一下双方 在装备方面 其实 现在这一局啊 这个EDG的辅助出装 有一点点 不寻常 他现在是想先做 大眼石 大眼石 他现在应该会选择 做一个干锅 干锅 这个魔杠 我买出来是要做干锅的 因为对面的控制 除了大树 还有维克多 包括在团战当中啊 干锅也能够保护一下 自己的队友 所以说这一局 他可能打的 没有那么激进 这样也就可以看出来 EDG的一局更多的 还是想依靠炮 进行消耗 然后靠蓝薄 去做一个开团 现在M3这个阵容 就有一点疲软 他们太依靠 他们的垂直 给我开团了 因为大树开团 他开团 他只能用散线 打住开 对 他散线 打住开 他队友不一定能够跟得上 他的卢西安 这个点来说 他如果冒然的 用一进行一个突进的话 就会直接被对面 安利抓到机会 是的 而且现在来讲 这个大树 今天 Luper的出装 也跟平时的大树 有点区别 他第一件没做正义荣耀 他第一件应该是 选择一个大兵心的出装 对 看到对面的中路伤害太多了 哇 这边是 这个伤害很夸张 差不多刮掉了半血 因为他前面还有队友 跟小兵 把他扛了这个伤害 伊兹瑞尔的大招 每刮过一个目标 是有伤害递减的 这样都把大帝 打成了一个半血啊 看现在兰博在下路 不敢出去带线 敢查局到了 对面正在往他们下路 是的 M3现在是想团金吧 核道兴约线轻掉 这样的话 万一下小龙 在这个时间之内刷新的话 他们能掌握比较好的视野优势 前两条龙的击杀 对于EDG来说 其实他们最主要就是因为 控制了龙区的视野 控制了龙区的视野 就能够不管在打团战 还是选择埋伐 还是选择开小龙 都有一个主动 是的 那在这儿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现场 导播稍有点失误啊 这个小龙的计算 没有在几分板上出现 那现在跟大家说一下 你看这边只有 M3那边有一条 EDG这边没显示 EDG他们现在是有一个两条小龙 然后M3是一条 是的 打到现在我看一下 蓝魔的装备 已经很好了 一个大面具 像一个中样 大家在拿一个蓝 现在对于M3来说 柚子你觉得他们接下来这段时间 要怎么打 他们现在这段时间最好的就是平稳发育 不要太想跟对面开团 因为其实EDG他们这个阵容 在打团战之前的Poke能力很强 有一个EZ加上他们的飞机 再加上他们这个阵容 怎么说来着 他的主动权就是 我可以选择我开团 我也可以选择 我也可以选择让 一直发育 就不管我想怎么样 都是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上 因为M3他们太依赖他们的垂食了 而且他们的视野做得 也没有办法太深入 这边的话 现在看到M3现在这个点来说 比较尴尬 但是也是对他们最有利的一个点 就平稳的发育 因为的确要补一下他们现在的装备 是的 这边的话 现在烧一下调比较 这个位置大家也想抢这个石头人 找到了 蓝博也是做出了精神啊 而且我觉得 这一局另一个点 就是M3这个打野的皇子 没有选择出演时 虽然之前的话皇子很少出演时 但在最近的比赛里 我们越来越多的发现 就是打野的位置 其实在以前那个比赛中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一个蜘蛛一个皇子 再回家做一个小的打野刀之后 直接演时 还有个Lulu Lulu 包括寡妇 可能就我连打野刀 就我连那个小的打野刀都不合成 我直接回家有钱 我就直接做演时 然后出门就开始做出事 Lulu也是原来幼子 对他还玩的 这边出来想单杀 但是有一个传送 而且 LuvCD过来 交上金身 这一波的话 Koro代交闪现 正草丛 这个闪现还想拖时间 但是依然被Lupper击杀 这个闪现 我们看现在EGD 他们这边四个人是往大龙 这边靠 直接开了大龙 是的 Lupper击杀传送到了下路 看下大龙血量掉的非常快 打着再刮一下 有机会吗 黄子现在还在中路 应该是能够被EGD抢到 被EGDD偷掉这条小龙 圣枪心里打了一下 哇吓死我了 刚刚 场上是有惩戒的 他没交惩戒 他是有惩戒的 他没有惩戒 他没交惩戒 刚刚那一波好极限啊 一滴血 关键是刚才Kandy 那个最后一下圣枪心里 打到了龙 这要是被抢到 我觉得今天 抢着这个瞎子 我觉得刚刚如果被抢的话 那个锅应该会给安妮 安妮你为什么不扛这个伤害 这样就能解释 为什么刚才Koro 在被三个人抓 明知已经逃跑 无望的情况下 还要交一个上线 就是拖时间 对就是拖时间 他们这个觉得很生气 确实在近几个月 或者说近一段时间当中啊 EDG的比赛 往往跟大龙都有着非常大的 大龙对于EDG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素 就他们是一个非常喜欢 利用大龙这个地区 做文章的一个战队 你像之前在打很多年轻战队 或者说在打很多比赛 比如EDG最喜欢的套路 就是在线上有一些烈士 或者说军士的时候 利用大龙做视野 去选择一个遵守 经常能够在龙区 取得非常大的优势 而之前的话 EDG被人有一点点诟病的 就是他们有的时候 太过于稳健 比如说能开龙了 他们没有开 不开 就像在列总局菜上 这边是没勾到的是飞机 那锤士把自己推过来 回身飞机直接 交一个闪现到后面 虾子直接Q到人群中 但是被对面带了过去 直接被秒了 再看蓝博过去 一个烧 红温烧是烧掉了 对面的大地 Coro的输出太高了 Coro再过来 但是ED是有E的 他会E过去吗 等CDE过去一个Q 直接带手 这样的话 中路高地塔 应该是会被拿掉 他们应该会选择 退一个上路高地 因为现在中路是没有兵线的 这样ED一阵带吗 刚才那波团是首先 对于M3来说 就像刚才柚子说的 他们太依赖垂直这个点 而且他们在刚刚那个地方开团就很不利 因为刚那个位置 对面不管 对任何的 这个伤害爆炸 因为他现在已经有这个轻语了 伤害非常高 而且 这一局的话 炮是使用了未来战士这个皮肤 这个皮肤在到R16级以后 会有一个外形的改变 非常的恐怖 而且你知道玩ED用这个皮肤很嘲讽吗 因为他这个皮肤的弹道 和他原始的DG 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对 因为我以前也玩了比较多 就是他这个英雄的 他这个皮肤的这个弹道很奇怪 是的 很多EZ选手都很不熟悉 就是你如果玩惯了其他ED的皮肤的话 你用这个皮肤就有点不会A冰了 对 那这样的话 EDG是选择 把上中两路的水晶防御塔全都破掉 没有选择暂时破路 刚才也是在团战之前啊 场掌的位置比较的尴尬 场掌是想超一个后 但是没有找到太好的机会 但是对方在击杀场掌同时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使得Coro在进场之后 直接烧死了对面的大体 对 而且刚刚才是勾的那个位置 我觉得他就不应该太勾过去了 因为在 就像现在画面的那个位置 小龙团战 对EDG是太有优势了 对 咱们一上来就说过了 一个飞机 还有一个蓝锅 这三个点都很吃那种位置 是的 就你想过来 我一个大就完全把你封死 而且 EDG的大招加上 飞机他的Q 导弹 都能够很容易命中 是的 而且 在这一波回家之后啊 伊瑟瑞尔的出装也是出到了一个比尔金网站刀 一会儿一旦让他把破坏王者之刃做出来的话 M3这个阵容就很难有人能够说 非常轻松地突到EDG身边了 EDG这个装备太好 对 其实打人太疼了主要是 维克多 反观啊 对面中单大力的维克多 现在还在 普普的 做今生的路上 确实在没有重要的情况下 维克多 现在太容易被秒了 而且他刚才 在最后时刻 把原本带的进化 换成了急跑 其实我觉得 这个选择 有待商榷 对 我依然觉得 在面对对方 有安妮 有蓝锅的情况下 带一个进化 其实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 你就算没把你蓝锅一个大大下来 维克多这种腿短的英雄 只要被减速 粘住 再加上对面有兵权 盲僧等等 你就很容易被击杀了 对 现在他们现在这个阵容来说 就已经 开始被对面抓到机会了 因为他们现在 在野区 打遭遇战的话 他们这个阵容 一定要吃一个 很稳定的 他们的站位 就他们五个位置 不能太分散 但是他们现在装备在 经济情况下 中路是 被对面 领先了三千多块的经济 一个大剑了 这样刚才看到 伊斯尔尔在 最后的画面的时候 已经拿出来破坏王者之人 那这样的话 基本装备就已经毕业了 这个还差一个 32分钟 基本上五神装了 还差半剑 就还差一个 暴风大剑去做水运弯刀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蓝EZ 蓝色生死链 黄EZ 黄EZ 彩虹EZ 之前那个 还有人说什么 各种伊斯尔出装 我在论坛上 彩虹EZ 而且炮这一局 也是在鞋子上 已经复合到了 一个喧哗 这是一个 现在来讲 装备非常好的一个点 看现在小龙 还有1分20秒 大龙 还有一分半 现在一直在 稳健的 在中路消耗一下 想推到 对面的中路水晶 其实他们这个 消耗的话 M3如果说再不找机会的话 就很容易被对面 给慢慢拖突入到绝境 是的 看一下垂石 能勾到 诶 一个高 勾不去空的 好 但这边胖 还是交了个E技能 现在也无所谓了 这种出装的 伊斯尔瑞尔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减CD会比较毒 E技能的CD也比较短 同时由他的这个 Q技能的被动 诶 看一下黄EZ 卡了一个位置 一个EQ 哦 这边是闪现过来 W开伊斯尔瑞尔 但伊斯尔尔伤害太高了 回去这把黄紫杀了 还好Luker林斯以前 杀掉了伊斯尔瑞尔 蓝波这个时候 进场伤害很高 安妮的熊是拍给了侧面 这个熊直接卡着 WK进不来 WK要不要 安妮打得非常非常伤了 正面的话 Dipton已经完成了 一波收割 这样 刚才虽然亲近全力 击伤了伊斯尔瑞尔 但是下路的飞机 将输出大刃 扛在自己肩上 最后扛着防御塔 这边要被晕了 还是被晕了 这样的话是要 看一下 直接被反袖 这样是 EDG的三名队员 好像是掉线了 应该是有一点卡机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 应该是掉线了 对 要不然刚才不可能 放Dipton一个人冲击 而且刚才Dipton 他是有大招的 有技能的 掉线了 应该是掉线了 你知道 这个还好不幸中的万幸是什么吗 就是他们是在打完这波团 如果他们是在打团战的时候掉 我就会看到一个很尴尬的 看下他们打字 好 又退出了游戏 退出了游戏 这样的话应该是 M3这边他们的电脑是没有问题的 反而是EDG他们那边的网络状况 是出了一点问题 啊 POW又退了 他们现在的 我觉得他们这样继续 情况下对M3很有利啊 我也觉得很有利啊 他们就一直在温泉等经济 而且越往 时间越往后拖 对M3的 这个阵容来说是越有优势的 关键是这样 就是 刚才柚子也说到一个问题 EDG这边 伊泽瑞尔跟很多 包括蓝波什么 装备基本成型了 嗯 他不需要那么多经济 而且伊泽瑞尔 他这个中路怎么说来着 他就越往后拖 他就越难 越不能够和正常的中路AP英雄相比 因为 像正常一点的中路AP英雄 他把装备出起来之后 他的爆发伤害是非常恐怖的 是的 但是 伊泽他就不同 他就是比较靠一个持续性的输出 而且 他最黄金的时间段就是 他在 那个磨切变成 那个 就是 变成磨切之后 磨蹤 磨蹤力刃变成磨切之后 就是二十多分钟到三十五分钟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边好像 伊泽季只有Coro连上了 Coro里面很无奈啊 不停的在 水前放得起来 好无奈啊感觉 对 关键是 如果在 比赛暂停之前 伊泽季把对面水行推掉 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赛就 如果都不动的话 我觉得伊泽季是稳赢的 但这样的话 现在 看一下兵线 感觉M3的兵线好像还有 更好一点 对 我们看M3他们这边的兵线是中路已经开始推 伊泽季这边的中路高地塔 是的 下路兵线也有一波过去了 我们看一下这中路正在推到 这么多的兵线应该能够把塔耗掉 我感觉这塔要掉了呀 要掉了吗 我真的感觉要掉了 我也感觉要掉了 下路这波兵线还好 关键是为什么没有继续暂停的 M3这边他们上路的兵线也是要快到了二塔 这个塔要掉了呀 伤得不行 这个塔要掉了就真的不好说了 M3这边 哎呦上路这一波兵线 心里开始窃喜了 爬掉了 中路防御塔直接被推掉了 那这样我感觉如果这个兵线没人出来推的话 一会水晶有可能都要被推掉了 真的有可能这样兵线是 源源不断的过来了 对 上路 上路 这塔也掉了 下路 我感觉这个塔要掉 这么多兵这个塔肯定是要掉的 我觉得现在就应该会比较考验裁犯 如果说这样因为无缘无故的暂停 导致 一滴机这边中路的高地塔就掉了的话 对一滴机会不会有点太不公平呢 关键这连掉至少两座塔 三座塔了 其实是这样 就是之前我就在某一场比赛的这种情况下说过一个理论 就是说我们很多观众也好解说也好看了不下白场英雄来谋比赛 终于有一天我们发现这个每一场比赛都会出现最末无闻的小兵 再要有机会决定比赛的胜负的时候 而且中路这个高地已经稳掉了 现在他们这两辆炮车太多了 这个真的太乌龙了 在比赛暂停之前 我敢 M3他们现在这个兵线上午的高地塔也要掉了 关键是这边Coro 就是Coro根本就无力 他就在温泉里面看着我的高地塔 他在这边场场Coro跟 跟Candy 不是场场Coro跟这个Dips都在线 但他们没法出来 因为裁判规定是不能出来的这种情况下 对 看一下现在 看一下水晶快看一下水晶 这个位置水晶要掉了 水晶已经掉了 不是你这样打下去要把GD推掉了 GD要被推了吗 这是我看过最搞笑的一场比赛 我活了二十多年 第一次见双方在打比赛的时候 十个人在温泉里面挂机 然后烈射的那一方 烈射的那一方 烈射的那一方 靠着小兵把对面的GD给爆了 不是我觉得这次 下一波过来的是超级兵 然后这边上路的防御塔也要掉 然后上路的这个兵线情况 上路还难掉 这样拖下去的话 上路还好 上路这波兵推出来的话倒还好 但中路这边感觉再过来超级兵的话 这个输尽反打卡不住了 上路又过来一波 上塔 就刚刚看到一波兵过来 这样的话上路也是有机会掉的 反观EDG这边就下路的兵线稍微有一点点的优势 哎呦这个太难受了 我觉得真的 如果选手心态不好 这个时候一定非常难过 因为本身我们打出了很大的优势 马上就要把对方的高地拿掉了 但是没想到对方的兵线这个时候 在暂停的时候冲过来 不过说一说你慌吗 我慌了 我感觉已经快两点了 我真的好慌 我觉得你今天已经赶不上飞机了 改签吧 改签吧兄弟 如果机票错过了还能改签 这好像不行 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霧机了 我早上的 我定了早上七点了 七点了飞机 然后我想到晚上不睡 然后我在四点钟的时候 我瞇了一觉 我瞇了一觉 然后等我一下醒的时候 我是被我的朋友电话吵醒的 他问我下机了没 然后我一看我妈 我还在床上 哎这顺便发现塔掉了 哇好慌啊 还把兵线给卡在这里 而且我们看M3这边的上路线是被对面的兵推了过来 上路的防御塔好像也掉了 无力的挣扎弹 我不信你丢导弹 我觉得他们现在心里面一定很郁闷 这要是我 我觉得我真的郁闷到我好难过的 我觉得现在更郁闷就是观众朋友 这我我非常不希望因为这种原因 噢 Core把大招丢了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我真的非常不希望因为这种原因 导致比赛去重赛 或者说改变比赛的结果 真的 我非常不希望因为这种原因 去改变比赛的进程 我真的觉得 最近的英雄来盟比赛 只要由我解说 已经出现了太多太多这种 奇怪的事情了 奇怪的事情 无论是这个 解说独了 真的 你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吗 我知道我知道 我第一次跟你解说的时候 就两场都打了将近一个小时 然后后面就是 我只要解说 杯赛一定是比我打满 然后再到后面就是出现 你们二队这个选手的事情 然后再到后面就是上一周 上一周的话 现在没Mata的事情 再到现在 又是这样一地进 我真的 我说真的 电竞独留 电竞独留 我真的 再也不希望 在任何比赛中 因为客观 或者说第三方原因 去改变比赛的进场了 快要已经把游戏退了 现在的话 我们已经看到 一地进这边 中路的高地塔 是已经被M3的超级兵给推掉 我看到现在 我已经无语了 这边一地进的小兵 这已经大水兵 已经开始推基地了 活了这么多年 这是我看到最搞笑的一场比赛 我其实非常 怎么说 非常心疼 一地进的粉丝 跟一地进的选手 我真的觉得 这样的结果 很难 应该不会传送过去 他只是阻止 这个小兵 A一下塔 A一下对面的基地 传送过来是looper 他就是不想让那个兵 去A对面的基地 但是还是阻止不了大兵 没办法 这的话 我觉得现在来讲 恭喜M3 不不不不 我觉得现在来讲 我们不能说 谁胜谁不 因为最终的决定 一定是新裁判的 本场比赛 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 作废了 有的观众可能是 刚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那再次遗憾地告诉大家 本场比赛是因为 中间的网络问题 导致两名选手 纷纷掉了